双棒的第三盘球 两个人直接交谈神话 对 在局中休息的时候 摆球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 把两个人座椅放到一起 就有一层 小心了很多 我是感觉这个球应该进攻的时候 应该攻了 但是他却防守 要是按往年的这种心态 梁博一定是攻的 不过也正是像我们开赛之前 那些讨论 那么可能梁博是做足了功课 在比赛之前 所以刚才 少有可能讲 防得不错 确实在面对 让你的这种世界超一流选手的时候 你必须得想点子 对 你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去跟他较劲 你赢不了他 这个准度 和奥沙利文打呢 风险控制一定要控制得好 有可能这一杆你不拼 有可能丧失掉了一个你得分的机会 但你要想好 如果你这个球拼不进的话 那么让奥沙利文得到机会的话 很可能就一杆五十加 或者是一杆破百就出现了 对 你就很难在这一局再有机会了 还是左锤 这个打得差很大 其实呢 滑下来 其实 如果你这种 比较容易 就是性情浮躁的 这种选手呢 其实 我觉得赢他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 就像 爱博顿那样 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爱博顿 对 他最不喜欢的选手就是爱博顿 那么如果你要赢他的话 你必须要拿出爱博顿的一些方法 有耐心这种方法 对 就是简单的讲 你不能跟着奥沙利文的节奏去打 如果你让他一旦给打疯了 那你必说无疑 但是你觉得让他打到 让他觉得自己 在他的心目中你很讨厌的话 你就成功了 球率量大了 8 还是能看到啊 能看到吗 可能 球队最下报的这个球 很难了 可能有点大 可能刚刚好吧 没准 接了一点带脚 对 差一点 这样的话 梁博是在考虑要不要K开黑球上方那两个红球 在我的看法来说呢 我觉得是不要K 先逼干两裤 先解决球台右侧那两个红球 包括粉红球旁边那里有个红球 大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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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略微大了 略微大了 还好他是一位左手拿杆的选手 这个角度可以推往下推 这个角度来K 如果找到这个黑球的话 然后再K 那个红球的角度就漂亮 如果角度理想的话 现在一个轻推下来就可以了 推弹一裤 有点直 小斜 向下的角度 这球应该就是 跟下来 然后做到一个或者平行 或者向上的角度 这样的话 不过当然也是可以理解 因为呢 如果他要调整一个向上的角度的话 他击打那根红球要加赛 所以梁文博没有加赛 它是先固静 哇 大了 这个力量大了 24 不过呢 从这个场上的这种发展来看呢 就是说梁文博是顺着自己的节奏 一步一步再往前行 虽然很艰难 好 漏了 Roney呢 好像打得还是不集中啊 有点情绪化啊 一直都是在使用左手啊 这杆是右手 这样一杆这样的船 我觉得 没有 他是想打防守 但是他没有算好这个 就是 打中红球以后的 红球会接触到另外一个红球的角度 他没有计算 刹车球 这个角度不理想 听这一下很不理想 嗯 好 非常漂亮 受球台以外的因素干扰 刚才因为隔壁球台的裁判 好像在发出一些警告的声音